頭戴綠色安全帽的男子 走進飲料店點了杯飲料 不過從頭到尾 左顧右盼 看來鬼鬼祟祟 沒想到他竟然趁著無人注意時 偷走櫃檯上的愛心捐款箱 你看他一直在看旁邊 然後你看他等一下手在摸 你看手一直在摸 事發就在彰化市中華路上 這家飲料店 當時桌上擺著兩個愛心捐款箱 被偷走的其中一個 裡面有將近七八百元現金 如今權不翼而非 店家說這名竊賊真的很可惡 是要幫助弱勢兒童 但是那一位先生來買飲料之後 順便把我們愛心捐款箱拿走 真的是太可惡了 到底怎麼偷的再看一次監視器 竊賊點完飲料先是來回走動 左顧右盼還伸手摸了摸捐款箱 最後抓緊時機伸出右手 一把抓起來往衣服裡塞 前前後後不到五分鐘 一位中年籃子 差不多年紀大約四五十歲左右 不只飲料店受害 就連肉圓店也遭殃 我們在這裡在這間店 也不注意就有蛇 裡面有多少人在這裡 正常來講一般裡面 大概都會 大概有四五百塊左右 疑似看準捐款箱小巧好拿 竊賊隨機犯案 花二十五元點飲料 趁機摸走捐款箱 中華路店家人人自圍 公布監視器 要大家多多注意 幫忙救出這名竊賊 這也陳夢迴王世函 章話報導